好可愛喔 好可愛 那你請一下 沒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我幫你請一下 你覺得今天他表現怎麼樣 沒有他就是緊張 非常緊張 然後被他搞的也很緊張 對因為他真的 很重視今天這個 所以其實OK啦 我給他80分 第一次上台 那目前有沒有生小孩計畫 有啊一直都有生小孩的計畫 只是還生不出來而已 有很努力的在做這件事情 有啊有很努力的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生小孩是我的 人生規劃裡面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跟他說 那個 那個出場費可不可以不要 沒有啦 我很開心他可以來啦 真的回去會好好的那個 抱著他親他這樣 現在真的還沒有啦 現在真的沒有 現在真的沒有 對啊 4月28如果現在有的話 我4月28出去我真的會丟掉 那你丟掉丟掉丟掉 今天怎麼還不行 對啊我4月28好 那天只有蒙古代夫耶 千萬沒有 所以我就講嘛 不可能了不可以去啊 如果說我反正你們等著看嘛 4月28如果我又出去就表示 絕對沒有 每一次的時候 他就是會叫一下叫一下 對啊他會在那邊鬧 會在那邊說 你什麼時候會幫我設想 會鬧 會啊會啊會啊 他說我真的 因為他看別人的小孩很多 他就很喜歡 那你覺得跟別人的人 有比較適合比較補 適合比較補 他常常會想啊 他就說 我不知道他是怎麼開頭的耶 反正他就 他只會跟我講說 你眼睛也沒有比較好 不想讓我拍戲 可是其實我 如果有好的劇本的話 我還是會想拍 唱歌不太想唱 對啊 因為我現在已經就是 破羅桑子了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之後也沒有 就是之後也沒有在 情戀身體 已經沒有辦法像以前那樣子 你跟之前的照片 你是不是有在遮比較 沒有我跟你說 我的臉 基本上現在已經快不行了 現在已經是要找角度 我自己自拍我很清楚啊 就是我以前是怎麼拍這零食 現在是一定要找角度 然後一個低頭太過 還是一個太怎樣 還是 對就有點有點 身體的話就是已經胖到 已經不像樣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就是 可能真的就是老天 也賞飯吃你知道嗎 運氣真的還挺好的 就是一個臉還可以騙一下人 這是真的啊 要不然的話你看 我之前44公斤嘛 我現在胖到56 他不會耶 他會 他會點一些很奇怪的歌 然後 他點我的那些歌出來 他不是為了要唱 他是為了要笑 然後他說 你看我是誰 這樣子他就很 反正你會生氣 我沒有什麼好生氣 我就說你無聊 對啊 那他喜歡鬧你就給他鬧嘛 對啊 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每天殘米油鹽 其實很容易就膩掉了 那我覺得其實這樣子的話 反而生活會比較有趣 我跟我老公 我覺得很怪的一點就是 我老公的年紀比較輕 然後他既然不會有那樣子的 就是他不會去在意活的 或者是過的很多 要是我跟選人在聊天的時候 我有跟選人講的 所以其實我很崇拜我老公 而是他的想法 他的一些思想 我不曉得你們是怎麼樣 但是對於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以前是不會去 我在遇到我老公之前 我是沒有去規劃過我自己的人生 規劃自己的人生 沒有過 然後我一直看到我老公 我就覺得我老公很酷 我說哇 你都會去想說 你三個月之後 你想要做什麼 十年二十年 那我就在想 可是問題是計畫 趕不上變化怎麼辦 他說但是我至少我有計畫 我會在這條正常的軌道上面 就我覺得哇 我說你現在幾歲而已啊 我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的天啊 我還在最深夢 我們兩個人吵架其實都是那種 我在叫 在那邊這樣 他就是我跳多久 他可以這樣子多久 然後當他覺得說 我這個脾氣 今天這個脾氣 如果已經是壓不住的 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他就會洗大絕 就是他就會過來給我十字固定 對然後他邊這樣子抱住我的時候 他會邊講說 那個網路上面都說 只要這樣子的話 他會幫你講的 網路上面都說 只要這樣抱緊就不會生氣了 他會不會生氣 但是呢 那這裡